楊瑋雯 三分鐘幸福料理 嗨 我是Draco 楊瑋雯 三分鐘能做什麼 三分鐘教你做一道幸福料理 今天來做一道香草韭菜花 是的 韭菜花對男人身體特別好 吃起來會有強壯的感覺 只要用到絞肉韭菜花以及辣椒就可以了 好 第一個步驟呢 我們先把火打開來 我們先把絞肉把它炒香 不需要加油 因為絞肉裡面就很多這個白白的油花了 直接放在鍋子裡面去 好 就先放在鍋子裡面慢慢的讓它煎香 接下來我們來做我們的韭菜花 先把後面這一段稍微把它切了 這一段特別硬 所以我們這樣不使用 這邊呢 我們把它切成小丁 像這樣子 聽到那個清脆的聲音啊 代表著韭菜花非常好吃 韭菜花其實炒的今天是豬絞肉 如果你喜歡吃牛肉 你也可以炒牛肉 好 最尾端這個部位呢 因為它的香氣很重 但是它的口感比較不好 所以我們就不使用了 然後我們再切一點辣椒 只要 只要把它切成車輪狀就可以了 那如果不敢吃辣的朋友呢 其實你可以把這 辣椒裡面的紙喔 稍微先去掉 然後去它的顏色就可以了 但是韭菜花炒一點辣味會非常的香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絞肉 你剛剛沒有放油 可是你會發現喔 這絞肉它自己本身會出很多油 所以就慢慢把它炒香 稍微把它翻動一下 在絞肉還沒有完全炒香之前呢 我們這時候就可以來調個醬汁喔 今天這個香草韭菜花 我們使用的醬汁呢 是豆豉醬 好 豆豉醬呢 我們先把它拿出來 這裡大概有一匙半左右 加點料酒 大概一大匙的料酒 豆豉醬有點鹹味了 所以我們不要加鹽太多 我們加點糖 來 半大匙的糖 要不要放鹽呢 其實做菜的時候你放一點點鹽 就像你在畫口的時候用千字餅勾邊一樣 它味道會更出色 但是就是一點點就好了 像這樣 好 滴了 我們把這個豆豉先把它拌開來 你可以發現我們現在使用這個豆豉 是比較濕的豆豉喔 你在市面上如果買到是比較乾的豆豉的話 你可能就必須要用酒啊 先把它蒸過 把它蒸軟掉才好使用 好 我們醬料做好了 韭菜花也切好了 辣椒也切好了 我們看我們肉有沒有香氣出來了 這道菜呢 其實就是要吃到這個 絞肉啊 炒得像這樣子 乾香乾香的 外面還有一點焦香的感覺 這樣吃起來會特別好吃 所以你不要擔心把它炒焦了 絞肉的油脂很多啊 非常難炒焦 像這樣的絞肉呢 我們拿來使用做漢堡肉啊 或做蒸肉啊 都很好使用 肉丸子啊 都很好做 聞到香氣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加一點點的蒜末進去 為什麼這時候才加蒜末呢 因為剛剛我們是乾鍋把絞肉放進去的 所以鍋子裡面是沒有油的 那時候如果你放蒜末的話很容易燒焦 現在絞肉的油都出來了 跟它炒在一起就非常香了 好 韭菜花放進去 辣椒也切都放進去 很快呢 我們把我們的醬汁也放進去 乾乾乾的我們加一點點水 兩大匙 好 把它炒香 炒勻 邊炒呢 你的口水就流出來了 這道菜為什麼會收輪到三分鐘裡面呢 因為它要很快把它炒香 因為韭菜花大概30秒它就會熟了 那我們要吃它是很脆的口感 所以絕對不要炒太久 稍微試一下我們的味道 剛剛好 嗯 香氣是說香草韭菜花 下飯配酒 絕大 下飯配酒